大家好 好 谢谢 欢迎 那在刚过去的周末呢 川普的爱德华集会因为龙卷风而被迫取消 不过几个小时后 德桑蒂斯却突然出现在了当地 而且还对他的支持者说 如果共和党人不能专注在2024大选的话 而是不停的纠结于过去的选举 或者是其他的细枝末节 民主党会再次击败我们 那我想先听一下恒河先生的意见 您觉得他的这个举动以及表态说明了什么 当然我觉得他会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会对川普形成一定的挑战 但是他现在提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大选过去这么久了 实际上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点成果都没有 当然说这件事情不是说不能 就是不需要再追究 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确实你现在必须着眼于2024 只有这样的话才 因为你要是往后看的话 一直到大选的时候 都不会有结果的问题是在于 它不会有结果 所以我觉得着重于2024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它是对的 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些 针对2024大选的 它甚至包括加强监督在内 都属于你放眼2024的情况 这个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他提出这个来是比较实际的 确实也有很多人确实在这么想 因为你2024要面临的事情很多 不仅仅是解决2020年 不仅仅是解决2020年 是2020年 2019年2020年大选 那些事情 当然它这个 因为爱河和华州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州 对于这个 因为他最先投票嘛 所以说在这个州的成败 取决于这个人 有没有可能当总统 这是一个 至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所以说大家都不会放弃那个地方 但是我不觉得 德上帝斯现在去 是明确的一个挑战 因为他到现在还没有宣布参选 未来的路还很长 但是我觉得他是在热声 通过各种方式 找到他的支持者 找到他的 就是在 也可能在观察吧 了解 那于平先生您的看法呢 因为我们看到英国卫报 有一个报道 说上个月呢 就是共和党人控制的佛州议会 通过了一个法案measure 也就是说这个法案是允许 如果德桑蒂斯要参加大选的话呢 他可以代职参选总统 而现在佛州法律是规定说 如果他要参选的话 那必须在规定的某个时间段 一定要从州长上离职才行 这是一个消息 那之前就是上四月份 德桑蒂斯去了日本、韩国、 以色列和英国四个国家嘛 然后对这个国际事务和外交事务 也在公开的表态 所以您觉得他现在就是爱荷华州的 这个举动和表态 是不是可以探索他离宣布参选政进了呢 对这个应该说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桑蒂斯在这么多年里面 他实际上都一直在为总统的大选热身做准备 刚刚你讲那个法案的通过也是给他进行竞选的铺平道路 另外的话他这次突然出来说 就是要摆脱2020年那一次大选的一个阴影 面向未来 其实也表明他要和川普的这个竞选的路径有所区别 这也是他争取更多的中间偏右的票 甚至是中间选票的一个具体做法 那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川普 如果说大家都按照川普的这个方法去做的话 没有人能赢过川普 所以现在幕后党党内的一些这个重量级的这些政治人物 也希望德桑蒂斯能够出来自己 就是走一条自己的路 并且很多人主张他应该跟川普要有明确的那种切割 但是我想德桑蒂斯现在他的竞选的策略 没有完全准备好 所以他现在先放出这样的一个话来 也是表明就试一下那个选民的反应 目前L1的这个整个的选民的这个基本的支持吧 从民意调查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有渐近八成是支持川普的 所以他目前可能并不是基于意识 在一个州里面要去获得胜利 但是他要用这些不断的放话的这种做法 来可能达到他那个测试中间选民 或者中间偏右的选民的一个这个意向 所以他的一切都是在为他做大选做准备 没有理由认为他会不参与这次大选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他肯定是会参与大选 而且他参选的道路会与川普有相当的区别 他如果没有区别看来的话 那川普一定是赢他的 所以在目前看来的话 现在还是过早去说他是不是能够挑战成功 但是至少他要走出一条跟川普不一样的路 这是肯定的 如果说他说就是我们不要再纠结过去选举的话 是他的一种策略 就是说他希望和川普做切割的话 那川普的回应就很有意思 川普在回应德桑蒂斯的说法的时候 他还是在不断的重复之前 他也一直在说的一个话 就是说如果德桑蒂斯没有当初他的背书的话 他2018年是选不上州长的 所以您觉得这个是不是也算是川普的一个策略呢 川普我觉得他讲的那些话 跟未必每一个话都是跟他的这个策略有关系 我觉得川普有很多 他是基于他个人的直接的反应 他的个性 比如说他讲德桑蒂斯没有选州长 是跟他有很大的关系这些话 他不是现在才讲的 过去一直在说 并且他已经看到德桑蒂斯 那个时候对他有威胁的时候 他就毫无犹豫地去攻击德桑蒂斯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是一个策略的问题 他更可能是跟他自己的这个直观的反应 或者是一个立即的反应有关系 也就是还是川普的性格问题 个性的问题 对 那我们看川普上周呢 他是应CNN的邀请出席了CNN的Town Hall Meeting 那您觉得就是看了他那个问答之后 您觉得他和之前有没有一些变化和调整 因为他在那样一个平台 面对的不都是他的这个忠诚粉丝吗 您觉得他有变化吗 那个川普应该说他的基本观点 没有任何大的变化 如果有一点变化也是比较小的 但是他个人在回答这些听众的问题 以及跟这个采访者的这个互动的 这个方式上来看 他比过去显得有一点这个收敛一些 我觉得他可能他的团队也是给他做了一个建议 在竞选过程中间要顾及的 不光是你的就是铁票 是你的那个忠实的支持者 而是要顾及中间选民 其实在这一场大选里面 我们往下看会观察到 决定这场大选结果的 不是双方的忠实的粉丝 忠实的铁粉 而是中间选民 现在中间选民对选谁 是拜登还是这个川普呢 现在还没有最后完全做决定 但是呢你要争取中间选民的话 当然你要把你的这个声道要放低 并且要表达你的不同意见的时候 相对来说要有一点这个 就是说尊重对方的这样一个态度 我觉得川普在这一点上有所改善 但是呢还有很多空间要继续改善 嗯 了解 那恒河先生 您对川普这回Town Hall Meeting有什么评价 因为我们看观众的就是外界的反应呢 爱他的还是很爱 那不喜欢他呢 对他这个评价也是觉得非常不好 那您怎么观察 我都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正常的表现 就是说如果说他想讨好所有的人 那就不是川普了 就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么多铁票 就是因为他旗帜很鲜明 所以在观点上 在表达方式上他可能可以缓和一点 但在观点上我觉得他还是非常下巴 而且对于这个大选啊 对于这个性骚扰的指控啊 对于这个官司啊 他都非常旗帜鲜明的 所以在这点上呢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就是说他怎么样去争取中间选民的话 可能还就是不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其实在其他的策略方面 他可能也得想一想怎么去争取中间选民 但是我觉得唐浩米婷从这个整个过程来看的话 就是说是他应该是算是大的迎面在他手上的 就是得到了一次非常好的一次 在不同的观众群里面表达他观点的一个机会 是 那您觉得他如果要争取中间选民 他在哪些方面可能还需要策略上 需要有些比之前有些调整或者加强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我想他的团队会给他一些咨询 在我看来的话 就是说他能够达到 其实我觉得在全国竞选当中 他的支持者肯定是超过一半的 毫无疑问的 所以说在这个超过一半的当中 应该是有相当的中间选民当时是投入他的票的 要不然的话他就是真正的铁杆像 真正的保守派铁杆它数量不会有这么大 所以我觉得要改进的可能就是一些 就是非常直接了当的攻击 那种就是进攻性太强的那些方法 可能要稍微改一改 但是我觉得在观点方面的话 他很难做出很难做出重大的变化 而且我觉得他也不应该做出太大的变化 川普就是川普 他靠的就是川普 所以他不能变成别人 其实要说到中间选民或者说是摇摆选民吧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针对他们的一个比较好的 就是比较清晰的民调 可能也现在还处于处于比较早的阶段 但是我们看到已经有一些讨论 就是说希望在拜登和川普之间呢 能够看到就是第三势力的崛起 因为我看有局部的一些报道是说 一些摇摆选民他们认为 如果说还是拜登对决川普的话 他们宁愿待在家里 所以您怎么看呢 这个所谓的第三势力 第三势力 我现在不知道你指的第三势力是什么 如果他指的 如果是川普和拜登之间 这个不是说有一个第三势力出来就能够竞选的 如果他不是共和党 不是民主党 他根本就没有机会 如果是民主党里面出现一个 或者是共和党里面出现一个的话 那么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 你必须在党内初选的时候出头 党内初选要是能够打胜的话 谁也没办法 所以不是说有人想有第三者出现 第三者就会出现的 这个就有这个可能性的 因为他首先要赢得党内初选 就像德昌蒂斯 德昌蒂斯要想赢得总统的话 他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党内初选 就要能够过关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是说很简单的事情 比如说民主党 民主党现在要提出一个和拜登不同的候选人的话 我个人觉得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 就是至少它的publicity就是 你以前可以说一个副总统可以是 但是显然这个副总统可能是达不到这个要求 所以说要一个就是在公共场合经常露面 而且要被党内很多选民认可的 我觉得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双方现在看起来的话 要得到一个第三者出来竞选 让中间选民有一个别的选择的话 我觉得不是太容易的事情 好的 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余萍 听听您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李先生 对 第三势力呢 如果说是指两个大党以外的第三势力的话 在美国历史上面大概只有一个成功的例子 就是Abraham Lincoln 林肯当选的时候 那时候他是共和党的创党人嘛 所以说他当时属于第三党 然后当然共和党以后也变成了两大党之一 历史上有名的就是大家可能知道 那个Theodore Roosevelt 就是老Roseful 在他最后一次竞选的时候 他是从共和党里分裂出来的 成立了所谓的进步党 他当时得的票比他自己本党得的票还要高 然后这个最近的意思就是1992年的时候 老布什跟克里顿竞选的时候 那时候Ross Perot 他是从成立了一个第三党 那吸引了很多共和党的票 所以导致老布什落选 可是这些都没有办法成功 因为在美国现在这个巨大的 这个两党政治下面 第三党成功的机会非常少 我们其实在每一次选择上 都能看到第三党 但是第三党 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跟两大党进行竞争 所以第三势力的出现 与其说他是要能够当选 不如说他是去搅局 当然如果是共和党 你分裂出一个第三势力 在共和党以外的竞选的话 那么就可能分散了共和党的这个选票 同样对民主党也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第三势力本身要想当选 在美国目前的两党政治下面 是几乎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说是民主党的话 我们又现在看 拜登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其他的对手 如果是他代表民主党参选 那余先生您觉得 他如果说面对川普和德桑蒂斯 他正愿意谁作为他的对手 来跟他一起竞选呢? 我认为当然他肯定是首选是川普 因为川普他的弱点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我刚刚说了就是川普现在的这个立场也好 他的个人的这个个性也好 他对中间选民都不具有这种吸引力 而很多的人他自己的 包括这个共和党的有一部分人 可能百分之十几的人也不会投到的票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德桑蒂斯对拜登来讲是个未知数 而且德桑蒂斯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优势 当然拜登选择对手的话 他有办法选择 他一定是选择这个川普作为他的对手 川普还有很多的所谓的历史的包袱在身上 还有很多的这个现在官司在身上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 川普得票肯定不会低 但是他要跨过那个门槛当选为总统 这个难度有点像我们当初在讲 那个希拉里克林顿那个时候 他的铁票也非常多 但是四成五左右 四成四四成五左右 就约不过这个坎 但是你要当选美国总统 你得接近五成 甚至五成以上 所以这个恐怕是他的一个就是瓶颈 或者是一个命门 这个我觉得对拜登来讲 他宁愿选择川普 而且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记录 就是他打败过川普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 恐怕也是他心理上有信心的一个原因 如果说您觉得他正希望就是选择川普 而且刚才您提到川普的官司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除了就是他连 就是他自己私人公司的问题 还存在最新的就是所谓的对他的强奸指控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 就是说前司法部长巴尔 他任命的特别检察官达勒姆 他是当时负责调查通俄门起源的 这个调查是不是合理吗 那今天他就宣布呢 说他认为FBI 当时调查川普和俄罗斯的这种通俄门 所谓的通俄门是没有依据的 所以您觉得这个事情 会不会成为一个转折点 这个事情本身出来 当然对川普是个利好的消息 因为他一直在声称 对他通俄门进行的调查 是完全是个政治上的一个迫害 是个政治上的行为 他也用这个例子来举例说 他尽管他当了总统 但是那些行政部门都是被官僚把持住 他说这是个证据 当然这个消息最初来对他是有很大的一个 就是说正面的一个好处 但是这个消息本身不足于就是说 让中间选民去说去改变这个意向 就会投他 因为这个东西本身还是说这个选局 而且在这个调查过程中间是有瑕疵 是有很多的就是说就是不专业的地方 但是还不能很明确地把它联系成一个 对方的政治对手 利用这个司法工具来打压他 因为事实上他当时也换了这个司法部长 这些是美国法律以及就是说就是两党 在过去那么多年里面建立起来的一个制度 所以他没有这个确凿的证据来证明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政治打压的一个 直接的这样一个调查 那么当然他当初以及他的一些盟友们都期望 这个德勒姆的这个报告出来会有更重磅的消息 就是要去去起诉一些这个司法部的官员 但是这个报告并没有这样做 他只是指出批评了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 作为不professional这个专业的做法 并没有指出谁犯了罪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到 对他也没有那么特别大的有利 不是他所预期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光这个案子不足以让他就是产生一个什么转折点 我觉得这个恐怕不是 那何先生您的意见呢 我也不觉得这会是一个转折点 因为对于他的铁票来说的话 跟他的观点是一样的 就是认为这本来就是一场阴谋 而且事实上呢 因为在这个调查之前呢 已经做了结论了 就是通俄盟这件事情是没有的 然后再去 达勒姆才去做这个调查 去看就是在这个提起通俄盟这件事情的 调查过程当中有没有犯错 所以结果应该是很多人都已经预料到的 就是说对于出这个结果 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惊奇的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是假的 那所以说就是说要说转折点的话呢 是一个没有想到的结果 然后呢对大家投票会有影响的 我觉得这个不足以达到这一点 因为反对他的人还是反对他 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否定掉了 就不去反对他了 那于平先生我还是想回到这个 就是如果拜登选择川普的话 您觉得他真的有那么大的就是 迎面吗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在2020大选的时候呢 在三个关键的州 包括了亚利桑那州 乔治亚州和威斯康星州 这三个州川普和拜登他们的差距 其实都在百分之一内 都是百分之零点几 所以您觉得2024的话 拜登还能这么幸运吗 对 这看上去2020年大选 那个拜登是有一点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在这三个州里面 但是现在的情势变化 其实我觉得中间选民实际上 对川普的看法是越来越不利 而不是说呢就是还在当初摇摆当中 或者说还甚至有些人同情他 他不利的这个很多原因是跟这个 当然主流媒体的这个不支持他 有很大的关系 报道他都是负面的 另外跟他自己脱离主流媒体也有关系 实际上川普做了一个策略 也是迫不得已的策略 他是创造了一个他自己的媒体 或者说创造了一个属于他同分层的媒体 所以在这个媒体上面 实际上中间选民是没有办法 就是涉及到这个媒体的 所以中间选民就不受这个媒体的影响 看上去他是过了自己的票 但是他没有开拓票员 他既然没有开拓票员的话 在未来的这个选战中间 他就变成了就非常为难 因为他想要去这个 去赢了一个中间选民 特别是这三个摇摆桌的中间选民的话 他要有一个所谓的平台 所以这也是他为什么会愿意接受CNN采访的原因 依照他过去的脾气 CNN是一个对他非常不友好的一个台 他不要去给他增加一个测流量 对吧 但是他为什么这么做 他也是考虑到 他这个现在要跟中间选民进行接触 但是在他能不能达到 对中间选民有吸引力的这个之前 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中间选民对他的印象 实际上是跟三年前 两年多前要比的话 还是要变差了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 可能你可以看民调 你可以看出来 那个Pills那个民调 还有Kundin Picker的民调 我记得他是大概中间选民 有百分之五十几以上的人 是对他是没有这个 就不会支持他的了 但这个过去2020年那个大选是不严 2020年是接近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的 他是56%跟37%的差别好像现在 过去恐怕是51%对47%这样的差别 所以看上去跟中间选民的差距越来越大 说到川普就是所谓的远离这个主流媒体 他这回接受CNN的Town Hall Meeting之后 其实这个讨论还一直在延续 特别是CNN他受到了他的所谓的同僚的 其他媒体的一些攻击 就认为说你为什么要提供给川普这样一个平台 所以您怎么看CNN他受到了这些质疑 他这个CNN这个做法 恐怕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考量 因为CNN被长期评为是极左的一个媒体 那么他最近有出现了一些问题 包括他的主要的一个就是Dynamo 他的一个主持人也被就是说开除了 所以他现在是急需要去建立他一个 比较不偏不倚的公正的立场 所以他给他过去不待见的这些政治人物 一个平台去讲他的政治观点的话 他也认为只是可以树立他公正的形象 这是他的一个考量之一 当然也有人说恐怕他是想增加他的流量 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考量之一 但不会是主要考量 但总体上讲我觉得CNN 如果主流媒体继续给川普一个空间 同时川普能够在应答这些媒体 提出的棘手的问题的时候 处理的比较圆润 处理的比较就是说周到的话 那很可能他会得分 可是大家也不乐观 因为刚刚我觉得橫河先生讲的也很对 川普他的个性就是这样 他无论是这样的话 他也不可能产生这么多的铁粉 所以恐怕将来即使主流媒体给他一个平台 他能不能够留短他个人在中间选民中间的形象 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是一个肯定的事情 也可能做更糟都有可能 那橫河先生您对就是未来 如果在川普的竞选造势的过程中 主流媒体是不是会给他这个平台发生乐观吗? 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达勒姆就是 特别检察官达勒姆的一个报告呢 主流媒体是有报 但是在上星期 众议院的这个监察委员会的主席 James Calmer 他也做了一个就是宣布 就是他们是调查拜登的 拜登总统当时在当副总统期间呢 他的家人利用这个拜登副总统的这个公职 就是去进行了一些所谓的不法的就是说有争议的商业活动 那这个事情呢当时很多的基本上大的电视的主流媒体都没有报道 所以呢您觉得就在未来让川普发生的这个问题上您觉得乐观吗? 我觉得不太乐观 因为其实主流媒体是经过一个转换过程的 就当年川普出来竞选的时候 主流媒体其实并是花了很多力气攻击他 这就给了他一个publicity的机会 就是说他实际上他很多是在别人的攻击下面被大家所知道的 哦 原来他是这个观点 原来他是那个观点 那当然后来当了四年总统以后大家对他了解比较多了 那么主流媒体呢后来就改变了策略就是根本就不理他 就是不报他的东西 怎么都不报 除非是丑闻 那现在来说的话呢 CNN做了一个尝试 就是说在这个就是采访他了 我觉得现在所说主流媒体从大的框框来看的话 他们这个尽量给他减少路面的机会 甚至都不去攻击他 以便就是不给他一个机会 这可能这个策略可能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CNS虽然是做了这一次啊 他究竟在整个策略上是不是改变了 在整个竞选过程当中是不是还会给他提供那样的机会 这个现在还很难说 但是我对整体主流媒体给他提供机会 所以我不报乐观态度